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UtaTV Uta今天要去哪里? Uta今天去吃鰻鱼饭 今天Uta是要去吃鰻鱼饭 它的那个鰻鱼饭是日本超出名的一家 叫做 Nodaiwa的鰻鱼饭 它是过了以前异性的鰻鱼饭 在巴黎 它是日本的Nodaiwa 唯一一家行外分店 法国在园好吃的鰻鱼饭真的不多 好 那我们现在去探店 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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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Uta 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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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在這間店裡 配上了一個鰻魚丼 然後把它上了一個鰻魚丼 就這個鰻魚丼 一大鰻魚丼 裡面那個是鰻魚汁 鰻魚的醬汁 中間就是鰻魚 欸這個很好吃耶 就是沒有鰻魚的苦頭 鰻魚的肉烤得非常非常的好 很鮮 好 剛剛我們就上了一盒的鰻魚 這應該是湯的 這個是鰻魚飯 因為一點那個沙拉的 這個是有的白肉的小 1 2 3 好漂亮 好漂亮 這個是200克的鰻魚飯 它裡面都有一些小的鰻魚肉在裡面 哈囉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一盒的鰻魚飯 然後 開動了 開動了 白蘿蔔肉 然後這個是沙拉 菜頭 然後青瓜 刷蘿蔔還有一些昆布 可是我不太喜歡吃那個東西 沒有什麼味道 非常非常的清淡 嗯 很好的珍珠米 誰呢要吃到一個鰻魚飯 是不是好的鰻魚飯 然後我們就要試一下 把這個鰻魚撮開 就如果它是很柔軟的撮開 但是它又不會那麼容易鬆散的話呢 應該就是比較好鰻魚 對 這個 它在鰻魚飯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特別多的鰻魚汁在上面 加一點點那個 山椒 哇 說實話呢 然後大一挖他們家的這個鰻魚給我感覺就是 鰻魚還是偏 鰻魚乾 就是有一點點乾 不過它的山椒跟醬汁 搭配的確實是還普通 它這個鰻魚呢 雖然是很鬆軟 很軟 但是一咬下去 並沒有那個入口即化的感覺 就怕是把全都吃完了 它的沙拉呢 我真的是不太愛 不過我感覺它是覺得 鰻魚是一個非常重味道的東西 所以它會用一些比較清淡的湯 或者是一些比較清淡的沙拉去襯托它 這個 這個湯蠻清淡的 好飽啊 剛剛最有這個是折障的單子 它也是瘦子 對 外賣的價格會比方吃 還要吃 好 那麼剛WTHA已經吃完出來了 其實WTHA覺得這一家鰻魚飯並沒有說 想像中的這麼好吃 但是它分量還是蠻大的 真的是蠻大的 真的是蠻大的 然後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有一點點喜歡WTHA WTHA 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WTHA一個LINE 然後記得千萬千萬要訂閱WTHA TV喔 那麼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然後現在WTHA發現了今天我們吃鰻魚飯的這一條街上 有好多的 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的那個 很多小玩意的店 然後現在就去幫大家探探路 然後下次就會給大家拍Shopping的影片